当地时间4月22号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来到美国爱奥瓦州 德梅英市郊的金柏利农场 拜访美国农场主瑞克金柏利一家 当天秦刚聆听金柏利及家人讲述 中美农业合作的往事与现状 并应邀操作驾驶拖拉机 体验大型农机的马力 秦刚和金柏利随即进入驾驶室 金柏利讲解片刻后 秦刚坐在主驾驶位上启动马达 操控履带联合收割机 在马达的轰鸣和欢呼声中 稳稳向前方的原野驶去 走出拖拉机驾驶舱 秦刚对金柏利说 今天我体验了一日农夫的生活 希望丰收时能再来 在客厅小序时 金柏利对秦刚说 他曾去过中国二十多次 走访过中国各地 不同类型的农地 秦刚说 我这次来到美国腹地的爱奥瓦州 就是要延续两国人民间的友好 深入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 推动中美在农业等领域互利合作 进一步拉紧两国间的情感和利益纽带 秦刚还表示 中美农业人士应加强沟通交流和经验分享 拓展互利合作空间 让彼此餐桌上的食物更加健康和多样化 我们也要携手应对地区冲突 气候变化给粮食安全带来的挑战 为这个世界提供更多的确定性 随后金伯利向秦刚赠送了拖拉机模型 由艾尔瓦农作物制成的纪念品 秦刚则回赠金伯利一家 北京冬奥会纪念品 中国节等礼物 金伯利引领秦大使来到厨房 现场以摆好牛肉 培根 甜玉米 毛豆 沙拉等当地农产品 两人穿好围裙 在社交媒体平台开始了一次 别开生面的中音双语带货直播 谈及一日农夫的体验 秦刚说 这种体验非常好 大使一日农夫的体验怎么样 很好 非常好 体验一下最基层的老百姓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愿望 我感觉到他们都是非常真诚 非常热情 希望我们两个人民好 我们的中美关系 有更多的合作 从而是老百姓的生活 一家的美国 所以不需此行 谢谢